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大家见到这个猪心 今天去街市 都不是那么容易买到这个猪心 要走很多 猪心可以炒 炖又可以 煲汤又可以 它的菜式也很多 店都有猪心 或者猪心的汤饭 这个猪心的作用就是可以 医心颈和出汗的 它的蛋白质 营养比猪肉高量 今次因为猪心本身是没有味 所以我用猪脊骨和猪脂肉做汤底 带出点味道 这里有两种颜色 龙眼肉 茶室和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之后 抽干了水 就剩下糖分 所以要变黑色 大家都可以用的 不要说丢掉它 龙眼肉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凌晨 养血的煲汤 零食 或者炖汤 都需要的 如果你炖肉肉 或者炖尾巴 通常都会有 冰箱肉 放在冰箱 等到炖汤 没有那么松味 有很多人 现在就用浸 龙眼肉 和红棗水来喝 如果你喝了 晚上睡不着 那你就不适宜喝了 洗一洗猪骨 和煮肉 小心 洗掉表面 流血 一九九 热了出来 如果煎不到 不用煎 一会儿要煮一半 再煮 现在尽量是洗干净 很少油标出来 所以煮汤 多数肉煮 在这里煮一半 看到鱼藥吗 水后冲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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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煮小菜 通常将猪心切片 先醃 让它有味道 但我会煮通 当然什么都不用 有如此味道 鸭切了之后 再洗一次 龙眼肉 曬干 始终也不那么干净 所以洗一洗 水滚 我放骨 和煮汁 煮汁 洗一洗 水滚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水滚 现在可以放骨糖 煮汁 放鸭鸭 放鸭鸭 煮了一个小时 几十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 这汤面 汤面是没什么油 不需要隔油 我问中医师煮猪心汤 用什么配料好呢 医师说笑地跟我说 猪沙炖猪心 蛤?猪沙? 好像猪沙不准卖 你是不是说笑 后来我看到原来真的有猪沙炖猪心 或者猪沙煮猪心 但现在因为猪沙有毒 所以中医师负例一 香港政府通常不让人买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食谱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始终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